缘标题 是怎样的一个人 才又做了什么事 这一切要从苏武说起 天汉元年 苏武奉命以中狼将 直接出示匈奴 结果却被匈奴扣留 匈奴贵族们多次对他威逼利用 他都没有投降 万般无奈的匈奴 只好把苏武赶去北海边摸养 并扬言要公养生才方 能放苏武回国 刘居匈奴十九年的苏武历经艰辛 最终在始元六年 才回归汉朝 一位少年躺在禅院堂的茅草上 读着书中关于苏武的故事 苏武凛然的气节 就如黑夜中的荧光一般 让少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位少年就是范城达 此时的他永远不会料想到 有一天他就沿着苏武的脚印 迈向远方 范城大本出生于官宦世家 他的曾祖父范则是太子少宝 祖范师尹也是太子少宝 父亲范于官致秘书郎 并追赠少氏 然而 金人的男亲摧毁了这个家族 他们成为了流民 投朗了空山 范城大因此过着清贫的生活 早早地经历了人间的疾苦 但是 这也更坚定了他的求学之心 他十二岁就遍读经史 十四岁时就能创作诗文 公元一一四二年 范城大的父亲病故 他担起了家庭和重担 一边抚养弟妹和母亲 一边在昆山的禅院读书 少年拍打了一下身上的草屑 得上了书页 转身赶往临安参加科考 历史上多少文人默克都在科考路上折起沉沙 从而断了晋士之路 但是范城大却非常幸运 他成功考取了晋士 之后 他被朝廷任命为 辉州私户参军 成为了地方上的一名小官 范城大没有像大多数诗人一样 感叹怀怀不拒 而是认真投入了地方上的建设之中 他在辉州围观五年 颇有称计 一方面 他减轻了辉州人民的负担 另一方面 解除了辉州士兵的疾苦 辉州各个阶层的人民非常爱戴他 范城大在处理政务上的能力 很快受到了红氏的赏识 红氏便向朝廷举荐了范城大 范城大被召回了临安 任职于兼太平惠民和祭局 历任管制 公元1163年 南宋朝廷归了收复师弟 发动了龙兴违法 结果 宋军杀鱼而归 南宋朝廷被迫与金国进行和谈 签下了龙兴和义 和义中规定金宋两国以书职相衬 南宋的颜面被金国狠狠地裁踏 展开全文 宋孝宗吞下了这份屈辱 但是 还有两件事情 让孝宗如梗在喉 如坐针毡 如芒在背 其一是金国占领了北方 而北宋皇帝在河南开封的灵寝地 还在金国手里 其二是南宋皇帝接受金国国书礼仪的方式 让南宋被赶屈辱 因为金宋和义中规定 南宋君王要起身迎接金国的国书 宋孝宗想要解决这两件事 只有一个办法 派使臣出示金国谈判 当孝宗在朝堂上问何人 愿往金国时 朝臣全部选择了沉默 因为宋朝曾经派往金国的使臣 十人中最多有一人生还 主要是因为前往金国一路艰险 独虫刺刑 仗气密布 很多人还没有到金国 就死在了路上 另一方面 金国是强凌弱 又是蛮蚁之国 寇加一个使臣 那是家常便饭 想当年 北宋皇帝让王安石出使金辽 王安石下得以种种理由做推辞 于允门眼看无人愿往金国 动怒了皇上 那大家都不好过 于是 于允门向宋教宗举荐了范成大 范成大听到消息之后 立即就答应愿往金国 他一直很钦佩素武 而这次 终于可以跟随自己偶像的步伐了 范成大抱着必死的决心 安排好了后事 哼着着风速雪多年 我与虎毛早餐 准备出使金国 苏武牧阳临行前 孝宗密照范成大 让他亲传口御和金商讨临行和国书之事 孝宗考虑了非常周密 如果两国商叹不成 那孝宗完全能以自己未曾下之将 责任全部推给范成大 让他做替罪羊 范成大当然看透了孝宗的计划 但标榜素武的人早已将生死置之事外 他跨过崇山峻岭 数次陷入险境 但是却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距异 北风嚎嚎 人烟聊聊 范成大来到了荒僻的驿馆 驿馆的士兵听闻范成大要前往金国 纷纷感的诧异 并觉得他可怜 范成大看着士兵们的反应 大笑一声 三倍九下肚 潇洒地写下了会同管 万里孤臣致命修 此身何止一有福 提携汉杰同身死 修问迪杨杰如不 不要说公羊到底产不产奶 当他作为使臣的那一刻 早已做好了 为大宋气节赴死的准备 何其豪迈的范成大 将个人以及国家的气节挥洒得淋漓尽致 驿馆的士兵们纷纷低下了头颅 面红耳致 本该护卫大宋江山的他们 此时是在驿馆搞活 历经军事训练了他们 却不如眼前文弱的读书人 着实惭愧 经历一番艰苦的范成大道 达了金国 便立即拜见了金士宗满眼庸 范成大的大殿之上 先是狠狠地夸赞了金士宗一番 金士宗听得如痴如醉 不禁觉得飘飘然 范成大眼看时机差不多 先谈及北宋皇帝的领起之地 金士宗眼看如此懂事的范成大 也不好抹了南宋的面子 就答应了将领起之地归还之事 紧接着 范成大趁机直追 又谈及接受国书的礼仪之事 结果金士宗大怒 断然否决修改礼仪之事 抱着必死之心的范成大 立刻跪在了地上 请求士宗考虑此事 结果 士宗就是不答应 范成大就此杠成了 一直跪着 士宗拿他没办法 就派人将范成大抬出了大殿 他被抬出去的时候 还保持跪着的姿势 太子完颜允听闻此事后 非常的不爽 准备带兵直接冲进驿馆 将范成大击杀 幸好金国的豫王及时劝阻太子 范成大才捡了一条性命 范成大最终平安地返回了南宋临安 虽然他未完成修改国书礼 一直是 但也成功地要回了北宋皇帝的灵心 宋孝宗和满昭文武 都对范成大刮目相看 交口称赞 孝宗还派人给范成大专门写了一段诵词 成大之书北庭 急于剑杀 足不辱命 具有古代陈锋烈 孔子所谓碎寒 然后至松买之后雕者鱼 之后 范成大一路身居高位 这也是他应得的 少溪三年 范成大的次女去世 满心悲伤的范成大 选择了辞官回家 陪伴家人 一年之后 范成大去世 朝廷为其赐号文武 这两个字 是对他一生贡献的肯定极赞扬 范文武不愧为宋朝苏武 百权声明 文章来源于读者原创投稿 原标题范成大 他不仅是诗人 更是南宋苏武 有古诗词文怨 爱蒂 桑西宝 原创首发 转载请留言 投稿信箱 tgit weizy.cn 欢迎您原创投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